好 讲到赖清德 他的这个新闻操作很特别 过去大家记不记得很久以前 他是医生嘛 有他刚好什么帮人家 什么在车祸啊 去救助那个现场 这种东西 突发事件都能够被拍到 还蛮特别 这又是一样 民事新闻首发绿媒跟进 有一位妇人满身泥子 看到他不敢向前 赖清德主动搭话 清明的这一幕全部都拍下 有没有 这是这个派梦安的母亲过世 然后赖清德这个男下去致哀 有大批民众看到赖清德就来了 其中一名妇人满身污渍 害羞的站在一脚不敢上前 赖清德发现之后 立刻上前致意 然后就被吴丽华拍了下来 好温暖啊 好温馨啊 结果温暖温馨的这个 到了PTT上 为什么整个歪楼呢 你看到这个民庆人的看法是什么 我以为看到北韩新闻 你赖清德什么时候要去看小鱼逆流而上 小时候看轻鸟逆风飞翔 从此就立志做大事 竟然不是三明治 有啦是民事新闻 金正恩也是这么的亲民 大家看到有没有 这个委员评个两句吧 委员的诞生 赖正恩 万岁万岁 真的 因为说实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了 但你懂的嘛 赖清德应该看了蛮高兴的 我就是一个这么温暖的人 有没有 从小就想要立志当委员 所以拍到了这一幕 给大家笑一下 那你就看到连日栏媒体的这个评论 当然绿媒都不是这样写 绿媒都是新清安好棒棒 但是这个民间包括一些这个地产专家 房仲专家都看得到 联合报评论就说 这是个怪兽政策 吃垮青年未来 新清安害青年不安 新清安房贷 一房难求 现在更惨 一袋难求 选取开的这张支票 全民吞苦果 然后现在这个房仲专家还说 本来寒冰还预估 有没有过了宽限期 五年之后 大家就开始把房屋全部倒出来 到时候房价会下跌 专家说你们太乐观了 什么五年 三年就会出现下车潮 我很持平的说 这个政策是政治人物设计的 而且设计这个政策的政治人物 没有经济学的训练 所以他不是坏心 他是无资 要帮助年轻人买房子 然后说五年之内 不用去付本金 只要付利息就好 而且还补贴你利息 所以利息就非常的低 这算是一个好意 但是他对于这个新青年 所谓这种房屋的安家贷款 就发现一个情形 因为利息太便宜 而且大家可以赌说 那五年以后房价率大涨 结果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青年的借鲁几千去买 他买了一瓶三十万 青年的立正节去买 建商讲说 我竟然这么热 我这个三十万 他太便宜了 我这三十二万 那青年拆这个人去买 就三十五万了 所以新青安贷款 真的有促使年轻人 这种中小平素的房子 突然之间在各地大涨 等一下委员 不见得是青年买 我先讲第二个 现在麻烦就来了 你讲对了 有真青年 有假青年 有人头青年 通通跑出来了 大家想说 我都赌一把 五年后可以赚一票 那也看到了房价 真的节节上涨 所以这个政策 直接的刺激房价上涨 接下来 我们最担心是什么 五年后 大家要是说 开始要付本金的时候 那我太重我付不起 我想说那我四年半 我就先把这个房子卖掉 因为已经涨了嘛 从他第一天三十万 三十二三十五对不对 你涨了 我卖的不赔啊 结果我想四年半卖 他想四年卖 他想三年半卖 所以我和你讲 搞不好三年就开始 大家都预期 他一卖 房价一崩 一崩没有人卖得掉 没有人卖得掉 就变成一人呆账 再来为什么产生 这个所谓的现贷令 真的没有人下令去现贷 叫现贷令 可是银行法第七十二条之二 规定很清楚 每一家银行 给商业性房地产贷款 住宅贷款 不管是首购不首购 总额不可以超过他 所收了银行存款的三成 那我们了解到 不是每一个银行 都在做这种房地产贷款 可是偏偏这几家 专门在做房地产银行贷款的 几乎都满了 因为大家忽然之间涌上来 新金安贷款 所以才产生了 央行总裁说 你们要注意啊 银行法第七十二之二哦 那有些人真的没有满 可是他没有在做 这方面的贷款 比如很多其他民营银行 他可能专注 某些企业营运贷款 信用状贷款 他不太做这种房地产贷款 有 每家银行各有他的专长 各有他的专业 那有人专注信用卡贷款 就不做房屋贷款 因为房屋贷款的特色是 年限要很长 那他的资金可能年限有受限 所以他就没有 那现在央行叫总经理来干嘛 很简单啊 下链赶快去把存款多拉一点 对 但重点是我原 你看核心的 就是当初推出政见的赖清德 接受了媒体专访 谈到了这个他就说是 金融航库的因应过当 这些是金融航库的错 他当然不能说他自己错啊 其实这是蔡英文跟赖清德 不懂的经济造成的结果啊 他就把单纯的一个贷款现象 当作福利政策来啊 那可是造成了他讲说 你反应过度 那你要赖清德 要不要把银行法改一改啊 修改这个百分之三十的 这个五幅度掉到百分之四十啊 银行就可以带更多啦 可是一掉到银行股的股票 就叹就掉下去了 银行股股一掉的话 台湾的股市就会往下啦 你们只要看到 赖清德他们主张要掉高这个额度啊 二话不说赶快慢银行股 哎呦 大家记得啊 听委员的话要听啊 好 我们看到这PTT上啊 每天这个成篇累读的这个 非常多题啊 就是谈到赖清德讲心亲爱 这个事情年轻人一肚子火 银行可以继续放水 台湾钱烟角木 你就是炒房大将啊 民进党真的努力掏空国家 有没有 还有这个政治临持专业的典范 居住正义啊 一亿元的义 骗子目前的台先合固政策不变 继续等到天边啊 圣指道请皇上下令 因为赖清德接受的专访 你就知道就直接开码啊 就行库的问题 所以你知道央行有多急啊 逼得央行总裁要亲自上场 赖德宗说话了 要给人家 你各位银行听到了吗 圣上一名赖德宗发 都叫赖德宗 赖德宗发话了 任何银行敢不让收购贷款吗 谁动了我们的新亲安小宝贝呢 其实你从PTTD卡 这些讨论你就可以看得到 年轻人真的是怒气重重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第一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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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